4月21号 斯里兰卡经历了最血腥的一天 从当天8点40分开始 分布于首都科伦坡附近的尼干部 以及东部拜地克洛的三个教堂 还有四家酒店 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了八起连环爆炸 科伦坡的一处国际机场 也发现了一枚爆炸装置 随后警方成功拆除将其引爆 22号 斯里兰卡总统希里塞纳宣布 23号为全国哀悼日 斯里兰卡将实施有关 预防恐怖主义的法律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斯里兰卡宵禁也被重新实施 从22号晚8点开始 直到23号凌晨4点 斯里兰卡警方当地时间22号确认 已在斯里兰卡全国范围内 控制了24名与系列爆炸有关的嫌疑人 斯里兰卡国防国务部长 鲁万维杰瓦德纳也表示 此次爆炸袭击是恐怖袭击 在22号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斯里兰卡内阁发言人拉吉·塞纳瑞尼特称 4月4号爆炸发生的14天前 我们被告知将由恐怖组织策划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 4月9号国家情报局长写了一封信 信中列有该恐怖组织许多成员的名字 斯里兰卡住房和建设部长 萨吉特·普利马达萨事后也承认 爆炸袭击发生前存在明显安全疏忽 并表示这将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查的关键部分 截止发稿时 在斯里兰卡爆炸袭击事件中 袭击已经造成至少290人死亡 超过500人受伤 有来自美国 英国 荷兰 葡萄牙等多个国家的36位公民 在事件中丧生 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首先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伤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并强调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同斯里兰卡人民站在一起 坚决支持四方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事件发生后 外交部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 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 重点核实中方人员伤亡情况 全力查找失联人员 派员探望受伤人员 并提醒我在私机构和人员加强防范 做好安全应对工作 经初步核实 有中国公民在事件中遇难或者失联 有五名中国公民受伤 但暂无生命危险 目前正在医院救治 状况稳定 据外媒报道 22号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圣安东尼教堂附近发生爆炸 此外 斯里兰卡警方还在首都科伦坡的主要车站 发现87个炸弹引爆装置